2月16日 广州队发布新赛季球员薪酬标准通知 基本上就是宣告 广州队超市开张了 一线队薪酬范围被签订在6到60万之间 对于球队很多主力而言 可能房贷都还不起 目前广州队与5名规划球员艾克森 费南多 洛国富 高拉特 阿兰终止合同 按照球队目前的预算来看 也不会再引进外援 蒋光泰还未解约 但他大概率在中超找好了下架 广州队可以用他卖个好价钱 6名合同到期的球员 郑志 黄博文 梅芳 刘电座 廖立生 邓寒文 广州队也不会再续约 郑志大概率会转型成为教练 至于是否继续牵手广州队 还没有准确消息 廖立生确定签约山东泰山 成为徐新的替代者 刘电座 邓寒文则接到了武汉三镇的橄榄池 至于维士豪 杨立瑜 严顶浩 忠义浩这样的年轻主力 令人是转会市场的哄抢对象 新赛季广州队估计要大变脸 可能会直接预定一个降级名额 有点免费 有点免费 有点免费